中国国民党实践四中全会将从明天12号开始到15号 在阳明山中三楼一年举行四天 中央提议委员会也将同时举行 今天上午9点钟开始 出席和练席这项会议的中央委员 后部中央委员、党务顾问和政府各机关的政府主管 都分别前往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三个报道处 办理报道手续 中央委员、党宋美林、袁家战、党军国、黎维亚等人 都在今天上午就办好的报道手续 到今天下午6点钟为止 一共有795位人士报道参加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三项主要一集是 国民党对现阶段革命平时的提示案 对党的建设和奋斗的提示案 和对现阶段政治革新甚至建设的提示案 同时为了节约能源 大会也请一会人士尽量乘坐大会的交通车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 以及秦孝宇、薛仁阳、赖胜生三位副秘书长等人 因为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 曾经亲自前往阳明山中山楼的大会会场 做了一次非常仔细的行事工作 出导大会和有关单位的准备工作 大会的会场一共排列了823张座位 今年下午有许多国防部与青年大队的队员 在协助安置每一个席次的名牌 同时在东三楼三楼的餐厅也准备就序 一共有120桌席次 非常的壮观 每一张大圆桌上面都放了一只著名的福星锅 大会期间每12人一桌 四菜一汤 由大会供应午餐和晚餐 大会的秘书处、接待处和新闻组 也都分别准备就序 下半分无关! 8月 Dur să nem到更加大圆楼